大家好,歡迎收看今天的IM梅客室 我今天繼續有Michael Hello 今天就由我Dennis來主持這一節的節目 主持大局 主持大局,但好像每次我和你主持 腳頭都不太好 股市有震盪 腳頭不太好 不要這麼說 做多點功課 是啊 今天恆生指數跌了609點 都跌了3.4% 收市就報17250點 我們看回這麼多隻的成份股 其實就全市向下 基本上就 除了一隻叫做石藥 仍然今天有0.4%的升幅 恆安就沒有升跌 其餘的其實全部都是紅色的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最近的因素 無論你說新經濟也好 舊經濟也好 好像都無一行面 譬如匯豐 匯豐主要是因為英鎊的問題 英鎊跌了之後 其實匯豐也有些業務在英國 所以大家都擔心業績可能會有些影響 或者業務上有影響 今天其實都跌了5.7% 收市價就報40元 剛剛好去到40元這個位 其實都有點尷尬 因為匯豐年初的時候 其實就說到加息 非常之好 但是 去回到 都未年底了 第三季尾的時候 受英鎊的消息影響 又跌下來 其實都很難去操控 整個市場 非常突然就是那個英鎊下跌 我也反而和大家先更新 剛剛你說的 現在大家都很關心 因為對指數 你現在的影響力 即是變成他們一拉低 指數準會沉底的壓力也是大 雖然我們現在 每天有些板塊有起有跌 但是有哪些股份都已經比 指數又率先伸低 有些什麼股份其實是同步 盈副基金 這個就很合理 還有什麼呢 有幫 我們再數下去 即是數頭幾位 平保 創貨 交易所 所以這些都很慘 好有代表性 交易所 今天下午 好像沒有打入五大 但是下午 我想那個表現 比較弱一點 它最低都試過271.2 我想又試207元的位置 還有就是建行、公行等等 我也不要說什麼快手 或者做車身勢 那些都是弱 所以這也是一個 一般的指標 至於你所說就是匯控 我想都受到英鎊匯價影響 都一直是繼續沉底 我想最主要大家都擔心 就是持有些資產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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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